杰出人才是什么 总体来说呢 杰出人才有三个重要的点 各位好 我是纽约和加州的职业律师李仁迪 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EB1A杰出人才的绿卡申请 杰出人才是什么 总体来说呢 杰出人才有三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足够好 第二个就是你的好要具备持续性 第三个呢就是你的好要具备空间转移性 首先什么叫足够好呢 你要证明你在这个你的行业领域内是一个佼佼者 这个行业可以是艺术体育科技教育或者是商业领域都可以 你要证明你足够好 其次呢这个好是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十年前是在某一个行业很突出 但是你后来又换了一个行业 一直默默无闻 然后你后你最后说我要我要用我十年前的一个成就来证明我的好 这个是不行的 你要证明你的好是过去和现在都很好 并且在同一个领域内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你的好是要有时间空间上的转移性 也就是说你在中国足够好 那你到了美国来要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然后并且能够为美国带来利益 下面我要来谈一下这个杰出人才绿卡申请的四大优点 总括来说就是速度快低风险 无雇主无条件 那速度快的话就是说你大概几个月的准备以后递交材料了 如果你选择加急审理的话 你15天就可以知道结果 然后等待排期然后就可以拿到绿卡了 低风险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申请 所有的风险其实都在你自己身上 就是你能不能够pass这个移民局的要求 那没有什么外部条件的风险 比如说没有投资移民的这种 投资了很多钱在一个项目中 担心钱拿不回来的这个担心 也没有就是EB1C这个跨国公司经理 你必须要辛苦运营一个公司 担心公司的情况是不是能满足移民局条件的担忧 所以这个风险还是非常低的 接下来就是它是无雇主的要求 你不需要一个雇主来sponsor 不需要雇主来支持你的这个绿卡 你自己就可以自己动手 风一族时去申请这个绿卡 最后一点呢就是它是没有条件的绿卡 它一旦拿到就是正式的绿卡 你和你的配偶包括你未满21岁的小孩 都可以拿到正式绿卡 需要到底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申请到这个EB1A绿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移民局给了十个评判标准 你只要满足其中的三条 就可以通过它的申请 这十个条件里面 申请人最常见的符合要求的就是 比如说奖项啊媒体报道啊 还有就是在显著机构担任中 要职务这几条 当然了如果你是走学术研究路线的申请人 你经常用到的就是发表专业论文 原创性贡献 还有就是评审这三条 如果是艺术类的申请人 我们会用到的是第七条 举办作品展览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 目前杰出人才EB1A类别的 对于这个大陆出生的申请人的排期呢 是大概在三年的样子 所以如果您有移民的想法 特别是您的孩子 如果已经在16岁左右的话 请尽快行动 因为这关系到您的小孩 是否能与您一起拿到绿卡